那麼陸客這樣子大舉來台 小島台灣要如何 既能夠承載得起 又像剛才講 希望能夠和平共處 我們希望展現 我們長期所沉澱的 這種溫良恭儉讓的美德 又還可以適當的渲染 在旅遊的行程當中 我們把那個騎士把它收掉 把友善的手伸出來 這個做法 這個目標有沒有可能達到 怎麼做 是 那當然是有可能達到的 我剛才舉的例子像香港 香港的居民很焦慮 是因為大陸 他們距離大陸非常近 就跨了一個深圳河 然後過了一個關就到香港來了 有大批的大陸觀光客 或者是大陸民眾到香港來 他們統計一年有3000萬的大陸客 或者是叫大陸觀光客到香港來 可是我們看看我們去年 去年大陸觀光客到台灣的 總數加起來是200多萬 230幾萬 所以這相差大概是15倍 就是說大陸觀光客到香港 跟到台灣的差距是15倍 另外一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的面積 香港的土地面積是1100平方公里 台灣的面積是36000平方公里 這相差了多少 相差了30倍 所以說你從土地面積跟人口的觀光旅遊 人次的比例這樣一換算出來 大概是四百五十分之一 所以等於說我們台灣其實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或者是很多很不錯的一些各個景點 可以值得去開發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些專家或一些學者 一直提倡的說我們要提倡深度旅遊 不要再去搞那種大部頭式的那種團體式 或者平價式的那種傳統式的旅遊 要盡量開發深度旅遊 譬如說我有去過 譬如說像太平山 像一個這麼美好的景點 幾乎很少人去 還是只有少數人去 當然是如果說旅遊法 大陸旅遊法通過以後 我們的旅遊品質能夠提升以後 類似像太平山 澳萬大 這種比較深度的旅遊這種產品 其實可以慢慢發揮出來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趁勢而起 趁著大陸推著這樣子一個新的法 我們也來做一個大修正 台灣就是搞一些精緻的 小而美的這樣一個旅遊的行程方式的話 一定是很好的 我們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要展現我們台灣人 我們最引以為豪的 我們很友善的我們的文化 還有我們真正的自己 我想這樣子 也許遊客還願意一來再來 因為你人多的話 就會一定很吵雜 然後會有緊張 所以你一定要分散那些人流 那我剛才舉的例子 我剛才舉的數據就是說 我們有這麼大的容量 比香港要多太多太多的容量 其實我們可以好好去做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專家學者 其實好好去規劃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更友誼 更友善的手 可以歡迎大陸觀光客 更別忘了 那背後還有龐大的一些經濟 商機在裡面 謝謝延長到現在 謝謝你 謝謝各位觀眾